你们好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 一个变动的时代 希望每日早晨三分钟 与你分享神的话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31、32节 又有话说 无论谁修妻都要给他修书 但是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的 除非是因不争的缘故 否则就是指他犯奸淫了 人若娶被修的夫人 也是犯奸淫 神设立婚姻的目的 是要人生养众多 聘满全地 如果世世代代的人 都是敬迁的 那么地上就是天国 然而因为人堕落以后 不再敬畏神 远离神 人就充满了欲望 男人看女人美貌 就随意挑选 取来为妻 我相信他们也是随意的 离婚再婚 那么就越变越堕落 而越变越淫乱 神就用洪水毁灭他们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 和挪压的时代相似 人们过着泛淡和淫乱的生活 基督徒有些也是对男女之间的关系 看得非常的随便 也不守征钞 所以我们要谨慎 如果选择了结婚 就不要想离婚 当二人结婚之后 已经成为一体 不可分开 做丈夫的不管是什么原因 若他与妻子离婚 妻子拿了离婚证书 以另外一个男人结婚 妻子就算是犯罪 而丈夫是造成妻子犯罪的罪魁祸首 除非妻子在婚姻生活中不守征钞 因为他先破坏了婚约 丈夫后来和他离婚 就不算犯罪 离婚违背了神色力的婚姻原则 他也会带给人身心灵的伤害 以及带给孩子的伤害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特别提出男生决定是很重要的 你的决定带来的影响是全家的 若能选择不离婚 想办法寻求别人的帮助 处理两人之间的矛盾 寻找初恋时的热忱和爱心 在神的面前保守起初所力的婚约 我们一起报答 天父啊 我们赞美你的信实 虽然人类背叛你 顶撞你 但你拆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拯救我们 求你赐福给我们的婚姻 让我们的爱越久越浓 越久越深厚 帮助我们在家庭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虽然夫妇两人在一起 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在你的爱的帮助下 我们便能成为完美 你的爱是我们能力的源头 帮助我们去宽容 去信任 去建造对方 就像你对我们的宽容 信任和建造一样 我为每一个陷入危机的婚姻祷告 虽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但我们相信靠着你的恩典 我们能珍惜彼此 缔造未来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